醫管局研發AI技術 根據X光影像篩選比較高危的個案 提醒醫生優先處理嚴重的患者 18間醫管局急診室正用近這個系統 預計明年可以擴大應用範圍 李興平去看 急診室平均每日有2000人要照X光 醫生就算一眼關七 看著這麼多X光片都未必即時分到喚急先後 醫管局就幫醫生找多對眼 用AI技術篩選較高危的個案 AI系統認到它是有一個警示需要我們去看 在系統裡面就有一個紅色的燈亮了 醫生同事就會按開它來看 裡面就有一些詳細的資訊 有機會是例如這個病人有一個懷疑的陰影 有這個陰影這個訊息 醫生同事就會打開片做一次確認 醫生同事就可以看到 這個病人的確在左上肺葉是有個陰影的 我們都會看病人的病歷 他的病徵 來看我們之後跟進檢查治療的計劃 看今年4月頭10日 天水維醫院急症失照X光的數據 920張X光裡面接近兩成被AI偵測做高風險個案 有3%的個案經醫生覆檢之後 確實肺部有陰影 醫生說AI系統是靈禍物眾非常嚴謹 但AI會不會將高風險的個案 策判做低風險 令醫生看漏眼呢? 將來的腹檢的程序 我們在現在的階段當然不會有轉變 不過我AI只不過是排了次序 叫做高低風險而已 我們做一樣都會做完 一樣是這樣看的而已 還有重點是 我們有個資深的醫生會再做腹檢 醫管局預計下年4月開始 會將這套人工智能系統應用在照寬關節上面 希望盡快找到骨折的病人 有線電視記者李興廷報道